下面我们请大家看第二个问题 基本战略的综合分析 就是战略中 我们说这个战略中理论是包曼提出来的 这个前面我们介绍了 关于波特提出来的三大基本竞争战略 那么我们说的三大基本竞争战略 主要是通过低藏宝或者差异化来获取建造优势 我们说低藏宝雄求什么 低藏宝雄求的战略利益 主要是一个视察战略利益 视察份额 那么差异化战略雄求利益 主要是高的利用 那么在波特的观点当中 它认为你追求视察战略利益 和追求高的利用 它俩是没办法兼顾的 也就是说鱼和雄爪二者不可兼得 你如果是雄求一个高的视察战略利益 那么你必须以牺牲利用为前提 如果你要追求高的利用 那么你又必须以牺牲你的视察份额为前提 所以波特观点认为呢 低藏宝和差异化 二者是不可兼顾的 那么鲍马提出来的战略中理论 都同于是对波特的基本竞争战略 进行了进一步的满上 那么也就是说鲍马提出来的 有效的竞争战略呢 概括三种 一个是叫长宝链鞋战略 那么这个长宝链鞋战略 就包括波特的长宝链鞋战略 和集中长宝链鞋战略 这么两种有效战略 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差异化战略 我们说差异化战略 就包括了波特提出来的 集中差异化战略 和差异化战略这么两种 第三个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鲍马呢 对波特的基本竞争战略 进行满上 那么也就是说鲍马提出来 有效的竞争战略呢 还有第三种 就叫混合战略 所谓的混合战略 就是把追求低藏宝 和追求参与化 二这样的能够结构起来 就是强调同时追求低藏宝 同时又追求参与化 所以他把这个有效建策战略 就称之叫混合战略 那么关于混合战略 就要求大家 着实找选择题 选择题 注意客观题的 下面我们请大家看看 今天例题 从此苹果种植 与销售的求食公司 于2017年 税先采取了一种新的经营方式 在种植区 增设了园林景观 入斗厂游戏厂等 到秋收季节 顾客可前来付费了 这些休息娱乐活动 同时能以市场最低的价格 采质和购买苹果 顾客采质和购买苹果 达到一个数量 还可以免费的参加 休息娱乐活动 那么这一件 要方式受到市场的热烹 熊市公司采取的上述战略 属于哪一种呢 这个大家看一下 关键词是 顺先采取了一种新的经营方式 那么这种经营方式的描述呢 和明显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差异化 同时还能以市场最低的价格 采购和购买苹果 这又体现什么 这又体现了低成本 所以我们说这家公司 很好的结构了低成本和差异化 两个优势 所以这家公司采取的战略呢 应当是属于我们所讲的 伙和战略 就是应当选择低 下边我们请大家看 第二个考点 是关于中修型企业 竞争战略的选择了 那么这个问题呢 也是个重点 这个问题在近年来的考试当中呢 也经常是在解答题当中涉及到 我们说 这个中修型企业 分布比较广的 有两个产业 一个是零散产业 一个是新型产业 所以下边呢 就围绕零散产业和新型产业当中 中修型企业在的选择呢 这些分析 首先是我们看零散产业 我们说零散产业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说零散产业 通常情况下 这个产业内的企业的数量比较多 但是我们说产业的集中度呢 比较低 就产业集中程度比较低 就意味着 在这样一个产业当中 尽管建筑者企业数量多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企业 或者若干个企业 来左右整个产业的发展 也就是任何企业的单独活动 无法左右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变化 所以我们说呢 这样一个产业呢 就是零散产业 比如说像溃产业 洗衣行业 照相行业等等 都是属于典型的制作零散产业 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接触到的还有很多 你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洗车行业 洗车的 还有一些汽车配件行业 汽车维修行业 这都是属于点成零散产业 那么关于零散产业当中 这个中小型企业竞产业的选择 首先我们希望大家掌握第一点 就是关于造成一个产业零散的原因 所以一个产业为什么零散 这个要求大家结合案例的会分析 我们说造成一个产业零散的原因 可以概括为两大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我们把它称之叫经济因素 所谓的经济因素呢 主要是唯有一个产业 自身的基础经济特性 就是为之于产业内部自身的特性决定的 那么这个因素是要求大家 中间把握的有三条 第一条 就是产业进入诈验低 或者是从这退出诈验 这是第一条 这个道理很简单 所谓的进入诈验低 或者从这退出诈验 就是说这个产业的进入诈验很低 进入门口低 所以我们说会有大量的企业呢 进入到这个产业 可是我们说这个产业退出的诈验高 或者叫退出壁垒高 容易介入不容易退出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 这个产业 不容易退出 原因呢我们说 可能一个方面是什么 一个是退出城堡高 另外一个呢可能是 就继续这个产业当中重续下去的话 那么付出的代价 可能比退出的产业付出代价低 也就退出城堡高 可是继续这个产业当中 退下去的话 这个代价反而会比退出的代价要小 所以基于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就造成的产业就在低 可容易进入 但是没有一个通差的一个退出渠道 所以会使得这个产业越来越拥挤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就是市场的需求的多样化 导致产品的高度的差异化 从需求上来讲是多样化的 所以我们说从供给上来讲 便会带来的产品高度的差异化 我们说这个产品高度差异化 差异化程度高 那一定程度上便会卸置的企业规模的扩大 所以我们是使得这个特定的产业当中 分布的企业都是一些什么中小型企业 第三个 是不从这规模经济 或者是难以达到一种经济规模 就是这样一个产业 我们在通差情况下 需要投入什么 需要投入的是一些专业的技能 你没办法去扩大它的规模 所以我们说难以达到这种规模经济 难以达到规模经济 这是造成一个产业零散的主要原因 有三个原因 这三条原因要求大家终结把握 那么还有一个因素是非经济因素 也就来自于产业外部的一些因素 什么因素呢 第一个是政府政策的第三方法规 对某些产业的集中进行了卸置 就政府出台政策法规 限制你一个产业过分的集中 以免地形成一定的垄断 比如说在我们国家 这个交通优势部的牵头 下官部委呢 出台了一个汽车维修 技术系统公开实施管理办法 那么在这个办法当中 它强势地就打破了4S店 对汽车联布界的垄断 就是尤其这些收缺经销商呢 可以想非收缺经销商 转让了汽车维修部界 那就说从我们这个 消费者的角度来讲 你有更换原厂维修部界的话 想过去我们必须通过4S店 才能够获得原厂的配件 现在我们说这个办法出台以后呢 就打破了4S店 对原厂配件这种垄断了 我们也可以呢 想一般的 就是不是4S店 就一般的气配层 我们也可以买到 这个原厂的配件 所以我们说这个就 这个办法的出台 一定程度上怎么样 就是为了卸制的气配行业呢 过分垄断 这就是政府政策第18法规 造成了气配产业呢 我们说没办法几做 它变成零散的产业 另外一个 是没有任何一个企业 占有协助的市场份额 也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呢 能够对整个产业的发展 施加重大影响 这也是客观上 造成一个产业零散的原因 这是要求大家找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零散 产业零散的原因 重点是掌握前辈的三条经济原因 第二个问题 零散产业的战略选择 我们说零散产业的战略选择 也就是说 基于我们前面所讲 波特提出的三大基本竞争战略 我们说零散产业的 这个中小型企业竞争战略的选择呢 也不畏乎就是波特提出来的 三种基本竞争战略 那就是常宝免协战略 差异化战略和集中化战略 那么这个问题 也是要做一个重点 结合案例来分析 首先我们看 第一个 就是常宝免协战略 我们说常宝免协战略 追求的利益呢 就是为了获得这种 低常宝的优势 那么作为零散产业当中的 中小型企业 要想获得这种低常宝的优势 那么关键问题如何克服零散 如果你克服零散了 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了 那自然我们说就解决了 这个低常宝的问题 所以这里就谈到呢 它的途径 这三条途径呢 要求大家结合案例能够分析 说怎么来克服零散呢 具体的途径 第一条 第一条 就是采取直言连锁 或者特许经营这种方式 来获得归名接近优势 那么这里的表述 大家注意看一下 就是教材当中原话 和我这里讲的不太完全一样 就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 大家知道这个连锁经营 连锁经营 我们通常情况下就包括什么 直营连锁和加盟连锁 也就是特许连锁 这么两种 那么就直营连锁是什么 直营连锁就是我们通常 说讲叫开直营店 开直营店 也就是说我企业自己 开自己的什么直营店 这就直营连锁 那么这个直营连锁 也就是开封店这种形式 这个其实结合我们前面 第一节来讲的话 相当于是实现前发展 在那图件当中 哪种图件呢 那个叫内部发展 相当于是新建 那么如果这个连锁形式 采取加盟连锁 加盟连锁 或者是特许连锁 也就是特许经营的话 我们说也可以的 帮助企业的发展壮大 但是我们说这个特许连锁 或者特许经营 这个是属于实现企业 发展战略图件当中 哪条图件呢 其实是属于我们所讲 战略联盟当中的 契约式联盟 契约式联盟 所以这是第一个图件 就通过直营连锁 或者是特许连锁的方式 我们说可以使企业 获得规模经济 从而带了一种低成本的优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是通过技术创新 来创造规模经济 通过技术创新 创造规模经济 这里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说二十多年前 比如说 拿我们助汇培许产业来讲 当时我们是着实以什么 以灭兽为主的 灭兽 灭对灭的旧学 我们说每个城市 就是这一二线城市 每个城市 恐怕有那么七八家 这个助汇培许的这些机构 就是说 谁卸下 从事实体培许的 那么每家培许机构 办这个辅导班的时候 我们说人数都很少 百八十人 一两百人 销刀的风扇 那么说 后来我们是有些机构 就借助一种IT技术 和互联网 开办了 网络远程教育 这个大家都清楚 比如说小多亏计计这些 这个多亏计这些 最初我们说 只做什么 只做这个助汇培许 支撑培许 主要是出版辅导书的 就大家比较熟悉的 轻松过关系列书 后来我们说 这个多亏呢 多亏教育集团呢 我们说开办了什么 远程教育了 就多亏计这些 我们说使得 这个助汇培许产业呢 就借助于这种IT技术 信息技术 和互联网技术 我们说 创造出规模经济了 现在我们说 这个助汇培许产业呢 逐渐的趋于集中 这就是凭借这种 技术创新的手段呢 来创造出规模经济 创造出规模经济 从而我们说 当然就获得第一场把流失 第三个是 建造发泄产业的发展趋势 就是你最好能够提前的预测 这个产业未来发展趋势 是个什么趋势 如果你能够提前的预测到 未来产业的发展趋势 那么就可以提前 积极主动的 这些什么 这些战略布局 所以我们说 这就可以获得什么 可以获得规模经济 或者是我们所讲的 经业曲线效应 经业曲线效应 也叫学习曲线效应 透过规模经济效应 和经业曲线效应 来获得这种 第一场把流失 这个也是 来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个多就已经谈 本上我们说 他原来呢 简介是出版有关的 考试辅导书 这个积枢过关系列呢 在全国视察份额是蛮高的 他做得很好的 后来呢 这个多奥 这个战略决策层呢 就决定了 要开办这个网销 就开办这个多奥会计 这些 那么他认为呢 说当时呢 这种灭色 很风散 没有规模阶级效应 而且特别是在一些 一二线城市 有些学员 我们这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参加 灭兽 下班以后呢 我们说从单位 这跑到了培训地点 从培训地点 沙发课 晚上上三个小时课 沙发课 然后再回到家 晚上可能都十一点多了 而且我们说这种 灭兽 排兽 受什么 受这种空间 世界的限制 比较大 不便于大家自主地去 把我们的学习节奏 所以未来的发展趋势 很可能 就是利用这种 网络的远程教育 加了最终我们说 可能会形成 一个气候形成规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东奥教育集团 就提前的布局 这个远程教育 所以呢 到今天为止 他就形成一定的 规模经济效益 同时我们说 他也获得了一定的 经验曲线效益 透支做规模经济效益 和经验曲线效益 交替的帮助他 带来了什么 低城堡的优势了 低城堡优势 这是关于实施 城堡两线战略 面临的问题 如何克服零散呢 主要通过三个途径 一个是通过 直营连锁 或者特区连锁的方式 来创造规模经济 第二是通过技术创新 来创造规模经济 第三个 是及早的 预测 产业外来发展趋势 及早这些战略布局 以抢得先机 这是关于 实施城堡两线战略 如何克服零散 三个途径 第二个 是采用呢 差异化战略 我们说采用差异化战略 和谐问题 就是追求个高的附加值 高的利用 那么你如何来增加附加值呢 什么来增加附加值呢 我们说 有增加附加值的话 那必然是有通过什么 有通过一些创新 比如说产品的创新 服务的创新等等 通过来做创新呢 来提升客户对产品的认同感 从而我们说 有助于呢 给你带来高的附加 高的利用 那么这里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说河北的有家面粉企业 就常见了以这个十字墨粉为标志 与其他的机器墨制的面粉呢 就机制面粉的区别开来 主要是强调这种什么好处 什么 就原生态的一种传统的面粉的 这种墨制加工技术 比这个机制面粉呢 更越正越弯 所以呢我们说这家面粉企业 是自己的这个面粉呢 在面粉市场上 获得了一个差异化的建造优势 凭借这种差异化的建造优势呢 我们给它带了一个 高的附加值 高的利用 这就通过产品的创新 来给它增加附加值 那么第三个 就是我们所讲的 续交战略 或者叫集中化战略 我们说要实现集中化战略的话 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专门化 专门化 这个专门化 我们给大家一讲了 主要是围绕三个方面 一个是产品和服务的聚焦 一个是顾客的聚焦 一个是地理区域的聚焦 通过产品服务聚焦也好 顾客聚焦也好 或者地理位置聚焦也好 能够拔住企业呢 成功的程序 这种集中化战略 集中化战略 所以呢 这个我们就不要展开了 就是集中化战略 也就聚焦战略 聚焦于什么 特定的产品服务 或者特定的顾客 或者是特定的地理位置 地理区域 第三点 是警方弦制的战略陷阱 那么这个问题呢 建议大家是有助于选择体 选择体 就是说 这些零三产品当中 其实建议战略选择的时候呢 有防范 可能 陷入的陷阱 那么这个问题呢 主要是大家要知道 这些战略陷阱有哪些陷阱 知道它的内涵 有助于选择体 那么第一个陷阱 是避免寻求支配地位 支配地位 我们说这个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了 这个零三产业呢 受它自身基础经济特性的影响 这个产业怎么样 我们的这个产业 必然是很风散的 刚才也讲到了 这个风散原因 有三个方面原因 那么在这一个产业当中呢 我们说 不管是哪家企业 如果又寻求 一个支配地位的话 试图我们说 有支配 有形成一定的支配地位 那么必然会 制定一些基建的战略 也就是说 又当这个产业的龙头老大 那么它往往呢 会制定一些 比较基建的战略 脱离什么呢 就是盲目扩张 脱离企业的实际的资源和能力 战略过于激进了 那么也就是这个战略 14月这个战略的话 我们说会超越企业 自身的能力和资源 那么往往会导致什么 过度扩张 过度扩张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好容易导致什么 好容易导致 直接列条断裂 甚至我们说 接应失败 所以呢 在一个零三的产业当中呢 又避免怎么样 又避免寻求支配地位 因为如果制定 这样一个战略的话 非常极竟的战略的话 我们的盲目扩张 脱离企业的资源和能力了 导致直接列条断裂 有可能导致起来建议失败 这是第一个陷阱 避免寻求支配地位 第一 二个陷阱 是保持一个严格的战略约束力 严格的战略约束力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 这个零三产业当中 你的战略怎么样 要保持个严格的战略定力 所以严格的战略约束力 也就是战略定力 不要什么 不要介意失败 不要介意失败 平凡的 进行这个战略调整 由于主观上的 也要平凡的去调整你的战略 一天一个战略 一天一个想法 那么我们说 由于主观上的 也要平凡的 这些战略变动 战略调整的话 可能我们说会导致什么 企业资源的浪费 资源浪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有可能危机到企业的 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这第二个 避免的陷阱 是要保持严格的战略定力 第三 是避免过分的极权化 避免过分极权化 我们说因为零散产业 刚才讲到它的基础 阶级特性的时候呢 强调了什么 市场需求的多样化 市场需求是多种多样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零散产业就要求企业呢 对这种多变化的 就是这种市场变化 比较快的 前些呢 我们要及时的做出反应来 那么 从组织管理模式来讲 那就要求企业 不能过度的集权 应到怎么样 适当的分权 因为我们是适当分权以后 有助于什么 有助于这种企业 对外部环境变化的 是要能力和反应能力 所以面对着市场需求 多样化 市场变化 比较困难的特性 你说组织管理模式上的 必须有分权 如果过分极权的话 有很大问题 就不能针对外部市场 环境的变化 及时做出战略调整来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就比较差 那么第四个陷阱呢 避免的陷阱呢 就是要了解竞争者的 战略目标 和管理费用 其实我们的第四条 避免的陷阱呢 就是要了解竞争者的目标 这个我们其实在第二章呢 讲到竞争对手分析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 讲过了 因为我们说 对竞争对手分析 实际上就强调呢 知彼知己 北战不对 或者就北战北胜 我们说 为什么要分析建造对手的目标呢 因为我们说 分析建造对手的战略目标 就可以包住我们预测建造对手呢 对他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不是很满意 进而我们说呢 就可以判断建造对手呢 下一步会如何去改变他的战略 也就会如何去调整他的战略 以及呢 我们说他们对外部世界 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来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提前的建造对手 经过对建造对手的分析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建造对手下一步可能会承取什么战略 到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以后 建造对手可能会承取什么样的 这种应对策略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及早这些战略 寻求战略对策 去应对这种竞争 这是 就是说了解建造对手 对我们 对我们在零三产当中呢 获得这种优势 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五个现象 是避免对新的产品 做出过度的反应来 对于市场和产业当中 出现的新产品 新技术 我们说 有避免做出过度的反应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 在零三产当中呢 客户的需求是 多样化的 也是多变的 因此 我们说 对于市场上 出现的这种新的产品 新的技术 这个企业呢 一定要认证分析 特别是避免呢 盲目跟风 盲目跟风 做出过度的反应来 因为在实际工作当中呢 我们就有些企业 一看到市场上 出现了新的产品 新的技术以后 然后呢 吵碎的 就做出决策了 就盲目跟风 怎么样 就是这些大量的投资 比如说 要投资于固件资产 然后呢 招聘员工 企业规模呢 借起来了 但是呢 我们说 由于这个市场需求呢 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大 那么大 所以盲目这些大量投资以后呢 结果呢 我们说 由于 外部市场需求 并不像他预期的 那么持久 那么大 所以呢 导致了投资决策失误了 所以我们说 对于这种新型产 这个流产产业当中 出现的新产品 新技术 你 避免盲目过度更分 避免盲目过度更分 因为呢 一旦我们是建签大量投资以后 加了我们的市场需求呢 是多样化的 又是多变的 不能给你带来什么规模 经济效应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这个企业就会 入不敷出 就是亏损的 你不可能持久下去 所以呢 要避免 对市场上出现的 新产品 新技术 都是过度反应来 一定要胜重 这是关于 在零食产业当中呢 避免得五个战略陷阱 下面我们请大家看 今天例题 是经营健身房的永强公司 最先的采用了一种新的技术 这些拥有的所有分店 统一的推出了智能 健身设备 例如这种新技术 推出一种什么 新的健身设备 使用该设备 健身者可以比一瓦 节省50%的时间 达到团外的健身效果 因此的设备 受到健身者的好评 因为它节约时间了 但是呢 由于购置 使用维护智能设备 耗制很大 而需求和使用率又很有限 就固件资产投资额很大 但是呢 这个需求 使用率好有限 有强公司呢 入不敷出 经营就陷入空间了 从零三产业角度来看 夏娜各小中 属于有强公司 这些战略选择 未能避免的战略陷阱 是哪个陷阱 主要是基于它呢 对于市场上出现的 种新的技术 怎么样 盲目高峰 盲目高峰 用用这些技术呢 我们说 推出了智能的健身设备 而且呢 对它所有的分店呢 都统一推出这样的智能 健身设备 结果怎么样 我们在由于这个设备的 豪资设备 投资也好 使用也好 维护也好 豪资大 但是需求和石油利益有限 所以导致它出现什么呢 出现亏损 接约陷入空间 所以这个主要强调什么 主要是对新产品 新技术做出过度的反应了 做出过度反应 盲目高峰 导致 所以 为了避免陷阱 应当是选择B 下一个题 收通旅行社 面对老年社会的到来 专注于 组织老年消费者出国游业务 比如在业内 税先 割据旅行中 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特点 可以在 借生 垂调 摄影 休闲 美食品茶余制作 探发 民居等活动 面对 越来越多的 木面二雷的消费者 该社在国内呢 设立了 萨贝加封社 或者代理机构 复制推广 上述业务模式 取得了 远远高一行业 平均水平利用率 从零散产业的 战略选择角度来看 收通旅行社的做法也 我们在从零散产业 战略选择的角度来讲 就是选择什么呢 潮宝领协战略 和差异化战略 和集中化战略 是吧 我们说 如果选择潮宝领协战略的话 就如何克服零散呢 怎么去克服零散呢 我们是其中 第一个途径 就是靠连锁建议 或者特许建议 连锁建议 特许建议 这里就谈到了 给设在国内 设立的社会家分社 或者代理机构 这个其实就体现选拳案 连锁建议 或者特许建议 通过连锁建议 特许建议 给你创造出规模经济来 所以选拳案也是对的 然后 在业内税先根据 说税先根据旅行 都所在国家和地区 特点开展建设 吹吊等等等等 活动 是吧 然后呢 取得了远远高于 行业贫穷水平利用率 这个体现什么 我们说 这个体现的 差异化战略 税先体现是 独特化 差异化 与众不同 是吧 而且呢 远远高于行业贫穷水平利用率 这个体现的是 高的附加值 是吧 高的利用 所以这个体现的选项 必提高产品 差异化程度 然后呢 是专注于 组织老年消费者 出国有业务 老年消费者 我们说 这体现什么 目标聚焦 也就是说 聚焦于特定的客户 特定的业务 老年消费者 出国有 特定的人穷 特定的地理区 是吧 去出国有 当然 重点就是 老年 消费者 出国有 特定的人穷 特定的业务 特定的产品 特定的业务 是吧 所以体现目标聚焦 因为他选择地 然后呢 说 说通旅行社 灭对老年社会的到来 灭对老年社会的到来 一定程度上 我们说 也可以体现为 降噪发泄产业的趋势 老年社会到来 老年人 可能对于旅游 这方面的需求 就比较多 所以 他就专注于 组织老年消费者 出国有业务 所以 及早地对这个业务 这些战略布局 是吧 所以这些体现了 急遭发泄产业的趋势 这是我们实施 长保两线战略的时候 说谈到的第三个途径 急遭发泄产业 就是急遭这些战略布局 是不是 布局完了以后 说面对越来越多的 慕名而来的消费者 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 在这个体系当中 他的做法呢 我认为 是涉及到ABCD都对 ABCD都对 下一题 接着中式溃差的 利润公司 于2015年 宣布其战略目标是 建成蒙地 服归全国的溃差帝国 我们说溃差行业是什么 溃差行业是 典型的零散产业 对吧 所以由于扩张过溃 缺乏相关资源保障 各地流行 成义经营者的激烈的建筑 以及不同消费者 可谓难以调和的矛盾 该战略目标呢 没有实现 公司经营也陷入危机了 从零散产业的角度来看 下来各项中 属于利润公司 这些战略选择 为了避免的战略陷阱是什么 这个非常的直观 一看就知道 我们说零散产业企业 这些战略选择呢 要给避免的战略陷阱 其中就谈到什么 避免雄求支配地位 避免雄求支配地位 所以呢 应当是选择避 因为他的战略目标呢 就是辅给全国的溃产帝国 目标调得很宏大 而且呢 我们的盲目扩张 盲目扩张 超越了企业 现有的资源和能力了 所以呢 后来导致什么 我们的后来导致 他的战略目标呢 没有实现 竟然要陷入危机 所以这就是 为了避免的 雄求支配地位 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应当是选择地 下一个题 近年来 随着汽车销量的上升 洗车行业 需要说的发展 因为洗车业务呢 不需要复杂的技术 和大量的投资 且消费者 需要的洗车地点 是封散的 所以 洗车公司数量大增 汽车行业呢 呈现一座零散的状态 格局以上信息 造成 汽车采零散的原因 我们的造成 这个零散 采零散的原因 从采资设的基础经济 特性角度来讲 或者说 从经济因素上来讲 我们的主要是有三个原因 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就是 进入障碍地 或者是从这退出障碍 那么大家看一下 在高纯的案例当中 提及没提及 这一条 提及了 因为洗车业务呢 不需要复杂的技术 大量投资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进入障碍地 所以学校必是对的 还有 消费者 需要的洗车 地点分散 这个体现什么 我们说 这个就体现了 体现了 市场需求是多样化的 就顾客的需求是多样化的 变化会导致你产品 高度差异化 产品是高度差异化的 你没办法怎么样 没办法集中 只能是零省 所以这个又体现了 选择地 市场需求多样化 导致了产品高度的差异化 选择B和D A 成本的凶事变化 还有C 技术的不确定性 这个A和C呢 这两个选项 是属于 我们下一步又讲到的 新型产业的 内部的结构特征 讲的新型产业的 内部结构特征 不属于产业领产的原因 所以正确的选项 应当是选择B和D 这一步就要引起来 请不吝点赞